中午12點一到大五輪沙灘出入口 封鎖線正式打開 遊客絡意不絕 迫不及待準備到沙灘細水 昨天就先從南投上來到台北 然後今天再回到 再到那個基隆這邊 所以安排早上就是要來外木山 對 我們7、8點就出發 過來這邊 這一群從南投來的遊客 總計18人 成了沙灘開放後首批的客人 為了確保這是安全 勇具 服具 通通帶好帶滿 那個救生艇之類的 然後風手線好像也拉進來一點 對 比較好 你覺得比較好嗎 沙灘開放後 海面上多了一艘動力救生艇 而岸上救生員不斷的廣播 提醒遊客不要超過警戒線 現場遊客請注意 現場遊客請注意 從今日起 遊客禁止出紅色警戒線 有浪的時候 滿潮有浪 或是剛滿潮要退潮的時候 那個拉力最大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看潮汐 我們會大概注意到哪個時段 對 像今天滿潮就12點半 等一下會最滿 最滿的時候 剛開始退的時候就有拉力了 對 退到快最頂的時候拉力最長 同樣封閉一周的金融潮進潛水區 終於開放 潛水客一早就準備裝備下海 很開心啊 所以馬上就來了 大概7點又出門 今天大概5點5點半吧 市政府消防局 申發處相關單位進駐現場 消防局派出了三艘機動的橡皮艇借戶 現場實施水域預警機制 將隨時觀測海域狀況 今天有派遣三艘船艇 然後每艘船艇上 有一位操船頭跟兩位潛水人員 那總共就是9個人 那其中兩艘是由我們水艦救生協會的 那個志工來支援 那一艘就由我們消防局的人員來來支援 消防局出動空拍機進行監測 岸上將安排人力 針對水域環境說明 潮汐時間等安全事項 向遊客加強宣導 所以未來我們其實潮進 未來會實施這個潛水證照制度 必須要有進階的潛水證照 它才能來這個區域來潛水 所以要有潛水證照 而且自己裝備一定要足備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裡的地形地貌 就是要清楚的知道 這裡哪些有比較出現按鈕的地方 哪一些是容易有踢到珊瑚的地方 就是我們來潛水的時候也注意生態 跟地形的環境 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保護我們的環境 那再來就是潛伴制度 就是剛剛講說潛伴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的狀況我們要互相注意 潛伴目前的狀態是不是有落單 或者是它有出現什麼狀況可以互相照應 大五輪沙灘和潮進公園重新開放 政府透過層層的安全措施 希望避免漢事再發生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謝謝 謝謝